随着科技跟交通的发达 国际间的往来机会是越来越增加了 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婚姻也随之增加 有的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的却发现彼此间的差异太大 没有办法继续生活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身为现代人该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 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形成自己家人以及社会的困扰 其实这个问题 不要说是一民族一文化 或者是不同宗教信仰 或者是不同语言风俗习惯的两个族群 都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在我们过去在本省在台湾 客家人跟闽南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 闽南人跟客家人的通婚往往有问题的 但是渐渐渐渐到今天闽南人跟客家人通婚不是问题的 两个族群甚至于两个村落 很少来往的两个村落 人彼此通婚也有问题的 因此往往的姻亲 都是亲上嫁亲的比较可靠的 比较安全的 比较能够和谐相处的 所谓亲上嫁亲就是说本来有应亲关系的 所以彼此的文化 彼此的想法 彼此的习惯 都能够互通的 因此生活在一起 没有什么大问题 否则的话 这个都有问题的 我们再讲到今天的所谓是国际的婚姻 也未必见得国际婚姻就是有问题的 看一看你这个丈夫或者是那个太太 她是来自于这个异民族 这是异国或者是异方 她是不是对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文化 的社会的背景 能够适应 能够学习 能够愿意来入方随俗 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就来过我们生活 就像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到了台湾 愿不愿意接受台湾的封锁习惯 明峰愿意接受 如果我不能接受 我在这个地方 要想弘法成功 打个一问题 因此西方的有很多天主教徒 天主教的神父 或者是基督教的牧师 他到台湾的山地 偏远的地带 他能 那些地方 他能够生存 能够传教 他是首先能够要适应 和了解 这个投合当地人的文化 和当地人的生活 要了解当地人在想什么 当地人要什么 在完全了解了以后 他传他的宗教的时候 容易传了 那我到台湾来 最初也对台湾也是不清楚的 渐渐渐渐 我跟台湾人之间 现在没有台湾人把我当成外甥人看 因为我自己没有觉得自己是外甥人 我自己认同台湾 台湾的各种族群 对我来讲 多少好像是我自己的人一样 就是跟我一样的人 我没有觉得你们这是台湾人 因此台湾人也没有把我当成了外甥人 所以结婚的婚姻也是一样的 婚姻呢 你不管是娶了个外国太太 或者是一个义主的太太 或者是你嫁了一个义主的老公 或者是嫁了一个外国的老公 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他 他能不能够接受你 不仅仅是接受你这个人 不仅仅是接受你这个肉体的人 而是接受你这个人 他你的文化 你的文化的背景 你的宗教的信仰的背景 和你的生活习惯的背景 他能不能接受 还有呢 你能不能接受他 你要了解他 如果还没有接受他 他以前呢 你也想了解他 了解他 你能够接受他的话呢 也没有问题 所以是异国的婚姻 之所以啊 不能够圆满的原因 彼此不认同 彼此排斥 不是排斥人 而是排斥他的呀 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 和这个文化的背景 如果这些都能够认同 都能彼此 彼此谅解 说我认同你的 你也认同我的 你能尊重我的 我也能尊重你的 彼此虽然可能呢 你信你的天主教 我信我的佛教 但是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但是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有好多家庭啊 原来他们两个家庭的夫妇 两个都是天主教徒 结果呢 其中一个 信了佛教了 他的另外一个配偶啊 还是信的原来宗教 那我就叫他们呢 要 要认同他们 接受他们 不要排斥他们 那彼此才能够啊 互相的容忍啊 互相的相处 否则的话 你夫妻啊 就是因为宗教 而产生在家里边的 夫妻两个人吵架 因为宗教的信仰 而变成了宗教的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 不要说是异民族 异民族 往往啊 你看看 都是外国人 你看 你这个外国人 这个样子 你看 这个就是个外国人 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一种歧视 要尊重一个外国人 尊重异民族 那 你不要歧视他 这样子的时候 夫妻的感情 以及家庭里边的温暖 还是能够能够保存的 那么特别是今后呢 我们这个社会 跟这个世界啊 根本是息息相通的 也许不是一民族 全部都是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身在台湾的人 一个人呢 是啊 出国以后啊 已经很久了 一个从来没有出国 不过的人 他们两个人 受的教育程度啊 完全不一样 一个呢 受的教育程度很低 一个受的教育程度很高 这两人也有问题 还有呢 两个人受的教育程度都很高 但是呢 你是学的 这个 另外一个 一种范围的学问 他是另外一个专门 这个两个专门呢 彼此是对立的 对抗的 那也有问题 如果呢 互相的尊重 彼此的 能够啊 认同对方 尊重对方 那 不管是什么民族 什么样的情况 的婚姻 都会是美满的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提供的